再来关心风灾灾后的重建 墙台凯米重创了东大门夜市 又超过14级的墙风 除了是摧坏共识区的顶棚 不少摊商也都遭殃 到目前为止还有超过6成的店家 还在进行灾后的复原工作 这下没了游客又得要花大钱进行修缮 业者只能咬牙苦撑 那么县议会建设小组 31号是特别前往现场考察 希望了解需求并且给予最适切的帮助 开密台风横扫花莲 东大门夜市内棚架破损倒塌 廊道上跟堆满杂物晚如末日场景 台风走后将近一周 至今还有超过一半的店家 忙着进行灾后复原工作 到现在为止的话 很多他们的身材器具都还在回损中 然后他们要清掉 然后再购买新的产品设备 那些都是要一笔经费 对他们来说真的也吃不消啦 因为我们现在开摊率来算的话 我们这几天这样子看 大概在六七层的摊商都还在 整理他们的身材器具 夜市内共识区顶棚空荡荡 只留下顽强的骨架 没了遮风避雨的功能 店家现在只能靠天吃饭 建设小组来这边考察 是说能立竿见影的话 就希望说我们风光礼物处 能争取到现预算 就整个东大门的灾损的部分 包括这个他们的招牌也好 铁皮物也好 被树枝打坏掉的这个部分 公厕的部分 我们都一并来检讨一下 即将我们暑假 可能有很多的观光客 会来到我们东大门夜市消费 那这个共识区的部分 尽快来完成 不要影响到他们的营业 那至于其他的这些 有受损的一些的建筑物 我们也请观光处 立即来协调各部门来 立即来修复 北上交通受阻 连带影响花莲整体的观光产业 这下没了游客 又得花大钱 进行修缮 业者只能咬牙苦撑 当然这一次的裁风 有这样的一个损耗 对于这些 这个摊商来讲 确实在负担上 需要给他们一些考量 跟优化 所以我们一定会 这个促请我们花莲县政府 能够在这个部分 多用心一点 摊商前薄薄一块布 挡不了小人 跟挡不了14级阵风 要想保护财产安全 业者希望县府能够服务到 增设铁门 而目前只能占存量能 等待灾后的观光复苏 记者 徐立琴 华联系报道